索菲娅 你的宮廟人生 就是說會不會也是你一個 很不快樂的來源 應該也當然也算是 因為其實就在傳統文化 那時候高中跟大學的時候 也是因為就是親戚 然後就說你天生這樣子 就應該要幫助人 那時候也覺得沒什麼不好 幫助人都是一件好事 那你就這樣子就去 然後每天去幫人家做翻譯 通靈這樣 可是一開始單純都覺得 實際上是在幫助別人 可是後來事情會越來越複雜 會開始強逼你去做一些 譬如說叫你看 我就說就沒有 沒有就是說 你是不是沒有吃素 你是不是不夠認真 之類的 甚至於我覺得有些家屬 你如果說沒有就沒有紅包會收到你 對 有些有人會直接講說 是不是要多少錢嗎 你開口 但是你說高中的時候 你要我開什麼口 我只是來幫忙了 那所以到大學畢業的時候 真的是受不了 其實在大二大三 就已經開始受不了了 因為你高中的時候 都是自私的生活嘛 就是按表操課 可是你在大學 尤其我念是社工系 然後開始去認識人 然後我們比方說 也會比 我們要念心理學 然後彼此互相的諮商 然後有些自我揭露 我才發現 我可以不用過這樣的生活 為什麼一定要為了別人而活 那我自己在哪裡 所以大學畢業之後 就決定要想要離開 可是離開真的 彈何容易 因為那是你熟悉的東西 然後它又是你的親戚關係等等 那可是真的是痛得受不了了 離開 那我後來就是靠 還好就是念社工的關係 就是我們有書寫治療嘛 你也 我們去找老師 那時候我去上榮格什麼 其實可是老師們也很難 他們是有給我很多的支持 可是又很難 怎麼去消化我的世界這樣 那所以他們就建議我用書寫的 所以我就用書寫的方式 來療癒我自己 看過去的那個過程 跟自己對話 對 後來我就發現 這方式真的蠻好的 就是說過去發生的事情 已經發生了 我們改變不了過去的事實 可是當我心境改的時候 我回頭過來看的時候 我就發現 我沒有那麼恨 沒有那麼生氣 因為那時候恨跟氣 比較多是在於說 有很多悔恨啊 除了自己的青春之外 你知道這樣就錯過 那七年黃金的求偶期 二十幾歲就會 黃金求偶期 黃金求偶期 然後還有 還有一些幫人說 有些事情你會覺得 我可以做得更好 我可以更圓融 我當初是不是再多做一點 就可以救了誰 或什麼之類的 你會有很多的悔恨 然後你回不了過去 對 那時候有好多的包袱 在自己身上 就會覺得說 你再認真一點 你才可以幫助更多人 你看他現在這樣 就是因為你不夠認真 所以 對 那東西情緒一直綁著 一直綁著 那我後來靠著 寫書出書之外 我覺得是有某種程度的放下 我本來以為我放下了 可是後來 人生就是這樣 那個通靈少女的時候 播出的時候 我覺得又一次 把所有的回憶 通通就拉回來 因為那時候拉回來 其實很兇猛 然後你會覺得很 很 很 很不知道怎麼 怎麼招架 就是說 不就是個電視劇嗎 為什麼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各種各式各樣的說法 你原本我已經安頓好的過去 我已經安頓好 他整個又翻轉過來 他可能會問 不是啊 不是這樣 對 然後各種記憶 各種情緒 那我覺得到後面的話 我覺得 發生一件很好的事情 就是說 也有我以前 宮廟的人也是跳出來指責 指責說 我騙人啊 我不對什麼之類的 然後那個時候 我覺得有一塊東西 我很感謝他這麼做 因為我覺得有一塊東西 我以前一直放不下 我就會覺得說 因為畢竟 以前跟他們在一起那麼多年 營業是有情感 你如果看我的書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我也想多做一點什麼 就是說我們可不可以 好好的幫助別人 其實我 其實我以前 並不排斥用通靈幫助人 我們可不可以 好好的經營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好好的利用宗教 來幫助人 那 可是我後來我自己受不了 我逃掉了 可是逃掉的時候 我一直這些 一直有一個心理 有一個結就是說 我是不是當初再多做一點 我再證明一下 你就知道我是真心的 我再多做一點 你就可以知道我的心情 你絕對有虧欠 對 可是還好前兩年那些事情 看他們還可以再跳出來這樣指責 真的是還好你沒有再繼續 對 我就覺得 當初我的決定是對的 我就覺得 我當初離開是對的 我覺得 所以有時候 你看起來是不好的事情 有時候反而是好的 以前小時候 那個 國藝的時候 被同學也是 就是類似霸凌 你有法力的 所以我揍了他一頓 那 後來 他的名字 我到現在都還是記得 你也記得 對 就是那種小時候 被欺負 我是不相信你記得 來 名字講出來 然後那個還有 像人家常常跟我講說 你譬如說 比方說通靈少女 這樣被教老師等等 你應該就是 為什麼我會這麼不開心 也是跟童年的 被霸凌有關係 就是小時候就會被笑說 只要跟他在 然後就會看到鬼 然後就所有人都一哄而散 或者是有小 你被排擠在外 對 然後或者是 他會拿著開玩笑 或者是說 叫我請他們吃糖果 我也是印象很深刻 我就請糖果請他們吃 你分糖果給他吃 對 就是 那我們以前很容易獲得糖果 他就分給他 跟朋友們吃 然後結果那些玩伴們 應該是事先先套好了 小孩都很幼稚 套好了就是 糖果分完之後 他們就是圍著一圈 然後對著我說 哈哈哈哈 我們騙你的 然後我們不跟看到鬼的人一起玩 然後啪 所有人都散了 一哄而散 對 我覺得那個一哄而散 所以讓人是不能忍受 然後你就一個人丟在原地 然後你也不能說什麼 然後我就自己默默就走回家 所以都有一些這種很 很不好的記憶的那種連結 一直到現在都還是會有 這樣 你會覺得那種 看到鬼這件事情 你是不好的 被排擠的 被嘲笑的這樣子 可是現在不一樣 現在看到鬼的都可以上節目 然後我後來到 在成長過程 因為你功課好 然後體育又好 其實比較不容易被霸凌 這是優勢 不過我後來再被霸凌 大概是出社會的時候 當棒球裁判的時候 當棒球裁判前面兩三年 女生當棒球裁判 對 然後就會被叫那個雜貌 然後這樣被修辱 什麼雜貌 那個雜貌 我前兩年沒有名字 他們都叫那個雜貌這樣子 然後嘲笑你的身材 你站竹神 那兩個內內放哪裡 類似這種 就是講這種話 你說你會煩惱太多 你躲海邊 躲海邊 躲海邊 然後沒有人要跟你講話 你給人家打招呼 沒有一個人要理你 類似這種東西 那其實 因為那時候已經二十幾歲 那你已經成年人了 然後我在其他領域發展 是OK的 可是這種傷還是在 還是在 那我是覺得 我後來做一個轉換 我那時候心裡的OS就是 沒關係 你會老我會住 我繼續努力 我佔我的裁判 我會走出我自己條路 所以是用這種東西來 對抗那個時候霸凌的不舒服 可是你說那些記憶會不會不舒服 現在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當有其他的女生跟我講說 沒有啊 我們都沒有遇到 為什麼只有你遇到 是不是你的問題 這種東西的時候 更傷害 對所以我可以知道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 太強的個案 對 你的過去的那些經驗被否定 或者是有人跟你講說 你不要再講那些事情了 就是 現在都沒有了 那你為什麼還要講以前的事情 只有發生在你身上 可能你自己也有問題 那我們都沒有發生在我們身上 所以你不要再講了 就是這種東西是很 我覺得 講到過往霸凌的事情的話 是反而是這樣子 我會很受傷 沒錯 沒錯 所以人家講說 如果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 你不要一直叫人家原諒 對 那 這個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在講的時候 你不希望聽到說 否定那個事情存在 對 那你希望人家怎麼對待 我們希望就是說 當然我現在就覺得希望就是說 原來我們過去受到這些苦難 或者是這些挫折 或者是受傷 我們可以把它轉換一個正向能量 變成說我們來保護其他人 以後不要再受傷 所以我會努力的推 來推女權 來推反霸凌 讓不要有人 把傷痛轉換成助人的力量 這是我覺得很好的 那你剛剛講一句很關鍵的話 我會說好 你的老我會大 他老的時候你要怎樣 也沒怎麼樣 就是我們來改變這個環境 不要再讓這些事情發生 對啊 所以現在 我們現在坊間很流行 講那什麼 逆真元菩薩 對 我就很討厭人家跟我講說 他是你的逆真元菩薩 你要感謝他 因為他 你才有辦法今天 對 那我都跟他講說 我的成長是因為我自己的努力 跟我的力量 他還是不能這樣對待我 他是你的貴人 不 我是我自己的貴人 我自己長出力量 我沒有理由要原諒他 除非他跟我道歉 否則我沒有理由原諒他 我是我自己講 你沒有講出來 他怎麼跟你道歉 你講 他名字 名字是不是 髒 對啊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像有些這種 逆真元菩薩這些 或者是他是你生命中的 這種 他反而是 當作貴人來看 這種講法 有時候是被那個 還有傷痛的人 是很壓力的 是另外一次的受傷 有道理非常好 我請教一下索菲亞 你怎麼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這照片 我剛剛說真的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因為這個 手這個樣子 就覺得好像是 塑膠手套還什麼之類 這是很難去解釋 但剛剛那個黃醫師這樣講 我就想到以前 我們以前不是很流行 那個底片 那個靈異照片嗎 對 就有那種雙重那個曝光 所以以前常常有人 拿那個靈異照片叫我看 就是叫我感應 我說這個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那個真的就是 對我來說 我是覺得我要看到 人在那邊 我才知道 像這種隔著這個 真的不敢說 可是如果按照 黃醫師講說 那是一個攝影的 也許重複曝光還是什麼 那就阿嬤 阿嬤說有人壓住我胸口 有人掐住我脖子 這又怎麼解釋 可是我自己覺得 是不是這個氣管 支氣管等等 在突然的一個收縮的時候 事實上是整個 真的是吸不到氣的那個感覺 是不是就會很像是被掐住 以至於不能呼吸 如果你掐住肉 你沒感覺 可是是不是要很用力 是讓你到沒有辦法呼吸 所以我後來才回想到說 我年輕的時候 剛剛講的case 是 我覺得黃醫師 講到一點我覺得很好 就是說他感覺被掐的時候 他念了佛號 就舒服了 就不見了那個感覺 對 那其實有時候在 在加護病房裡面 有一些危急的事 我覺得說有宗教信仰 養成一種習慣是非常好 比如說基督徒 他可能馬上禱告 那佛教徒還是說 我們有宗教的 就趕快念佛號祈禱 這個其實對病患都是有幫助 那剛剛就是說 哪一句話最有法律 最有法律 比如說 我覺得念力夠都有法律 只要是一句阿彌陀佛 你全然相信他的力量就很強 或是 南無觀世音菩薩 或是 都是很有力量的 對 都很有力量 那我們剛剛講到這個手套的 這個照片 我就想到我自己的親身經驗 那因為我會比較相信這個阿嬤的感覺 跟這一個照片 就是兩隻手那個照片 因為有一次我就是 剛要蓋觀音殿的時候 因為我們要動土 動土我們要拜五方 然後要扎五銀 我們要拜五爺將軍 所以那個要動那個廟土 是要很隆重的拜拜 那就準備了很多貢品 然後就很多桌子 那桌子不夠 因為那時候還是一片空地 就去鄰居借桌子 那就人手也很不夠 我就自己搬那個桌子 那離我的觀音殿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我就拉傷了這個手筋 那我才知道說 哇 經受傷是那麼的痛 我痛到 三天都沒有辦法睡覺 沒有辦法吃東西 痛到一個心臟都快停了 然後再就是說 我說在台北打那個 我辦公室附近打止痛針 吃止痛針 完全沒效 然後我就回宜蘭的某家醫院 去看醫生掛急診 然後掛急診之後 就是醫生說 你這個可能有傷到筋或是韌帶 要稍微拍一下X光片 好 我就說好 那時候因為我痛到手沒有辦法舉高 也沒有辦法穿衣服脫衣服 完全沒辦法 我就請我妹妹陪我去醫院 那我們要去照這個X光 就是要換衣服 對 然後就在我要去換這個照X光 他們特製的這個衣服的時候 我就開了那個更衣室 我一進去我就停在門口一下子 我妹妹說趕快趕快 你要拍X光片 我就沒講話 因為我就看到三個好朋友 就蹲在裡面 就是有那個阿飄 就有三個在裡面這樣子 那我就 醫院的更衣室 對 夭壽喔 以前我換了我都不注意 然後我就說不好意思 打擾一下我要更衣要照 我要照顧公 我就這樣子 那我就在想說 我應該不會去冒犯到他們 他們也應該不會來冒犯我 好 就當我就是我妹要幫我 把我的衣服要拉起來 那時候是冬天 你們是兩個人進去 對 就是衣服要拉起來的時候 突然其中就蹲在角落 就有一個阿飄的手 就往我的心臟這樣穿進來 我當下我就趕快蹲下去 我就趕快蹲 蹲下去我就說 我的原神是很弱很弱的 那因為我們就是有時候比較特殊的體質跟我們有在神職工作 有時候這一些靈力空間的這些好朋友其實他也會想要跟你接近 可是我們有肉體 我們會受不了 那時候他就要升到我的心臟裡面 我馬上人非常不舒服 我覺得我心臟快停了 然後我就跟我妹 叫我妹名字 我說趕快先出去這樣子 先不要換衣服 鄭大哥你知道嗎 我衝出去之後 我就在後枕區 後枕區那個一排一排 人家要後枕的那個椅子 我找比較空曠的地方 我趴在那邊 我的汗那時候是大概快要十二月 我的汗是這樣滴滴滴 滴的地上一灘水 我妹在旁邊很緊張 你到底怎麼了 你到底怎麼了 我要不要叫醫生 我說不用 你讓我休息一下 我就趴在那邊 一直喘息喘息 差不多一個半小時 然後那個放射科 那個要照電工的那個醫護 就跑出來說奇怪 怎麼聯絡不到那個廖小姐 他不順便去找電工 人沒去 結果他就跑到後枕間來找我 然後我就說 小姐不好意思 我現在很不舒服 我等一下我再進去照 結果大概又在那邊休息了 你那個冷汗直流是冷汗嗎 就是你很不舒服 那個冒冷汗這樣子 從額頭一直滴到下巴 我拍在那邊一直滴 滴上一灘水 然後我妹就說你怎麼 我妹在旁邊很緊張 她就看我臉都是蒼白的這樣子 然後我後來就大概那個 醫護人員過來問我的時候 我看了一下我的表 大概是我已經過了一個半小時 然後我在休息了大概二十分鐘 我才慢慢的恢復 我說我叫我妹倒一杯溫開水給我 我就喝了那個溫開水比較OK了 我才進去照那個X光式 進去你知道嗎 那個先生就像我們現在攝影機先生 這樣子在拍我 我們不是胸口要有一個儀器嗎 然後我就看他站著 然後後面剛剛在更衣室那三個 阿飄就在他後面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走來走去 又跟出來 對 跟在那個X光式 對他就在那邊走來走去 所以我因為有這樣的經驗 那剛剛索菲亞講的就是 有一些觀眾 他們會覺得我們有靈異體質 會看到好像我們十相全能 就像索菲亞講的 有時候阿飄他給你看 有時候他不給你看 他們是會隱身的 比如說他們有時候躲在牆壁裡面 他們是不會受這個空間 或是有固體的一個受限 那我們是有肉體的人會受限 所以我們並不是說 你怎麼沒看到 你知道他來怎麼沒看到 他們三個是男的還女的 有兩個男的一個女的 他們要幹什麼 我覺得他們應該就是 也是在這個醫院往生 但是因為魂魄 魂魄沒有被引走 他們已經 我覺得他們住在那邊很久了 住很久了 對他們在醫院很久 所以醫院往生的 對在醫院往生很久了 索菲亞是有一天清晨接到電話 是姐姐被送到急診 那個是大概我滿久了 那大概我高中大學那個時候 就是那時候 我以前姐姐姐夫她做的工作在花式 所以就是凌晨三四點 就要去的那種 然後突然那種凌晨五點多 五六點家裡就接到電話 然後 對方就是我之前姐夫 他就是很急忙的 就說趕快通靈問問看 我說 那就是你的工作 我說問什麼 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你姐姐現在在醫院 我說醫院 就醫生趕快處理 我說怎麼了 他說很緊急 就是醫生在問要不要開刀 要我現在做決定 就是要簽同義書這樣子 然後 他就叫我問問看 到底要不要開 然後我就想說 他就叫我打錯這樣 然後我說 你問一下姐姐 他就問你姐姐已經不知道人 所以才趕快問你 所以到底看要不要開 這樣子 我說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說 早上突然就是在攤位的時候 就肚子很痛 就痛到叫救護車 然後就不會贏這樣子 那就做啊 然後做到我 都快要再回去睡覺的感覺 然後後來就問了一下 就感應一下 然後我就回電 我又說不要開啦 便秘啦 太多天沒有上廁所 然後我姐夫就說什麼 他說那個醫生說 照到腹部有一個點 有一個黑點 怕是那個拍咪啊 對 他拍咪啊 所以才叫我 趕快處理一下這樣子 我說我沒辦法處理啦 然後就是通道就是便秘啊 便秘會有那一點 我說我怎麼知道 我說沒有看那個X光 你給我看我也不會看啊 反正通道就是這樣啦 然後最後就說那不要開 就直接就通常 那就好了 哎呦你好厲害喔 沒有他就我也不知道 怕什麼事情 對啊 他那個黑點可能是宿便 也有可能 就我們不知道 就要問醫生就不知道 但 姐姐你有問說多久沒有上廁所 可能就好一陣子 我也不知道會這麼嚴重 會啊 你每天吃人 然後就塞在那邊 對啊會啊 對啊 好那廖老師說有個看護 每當這個照顧的病人 快要臨終了 他就會有感應 對 這很像那個 我們看到很多那個廟柱啊 就是做久了 年紀長了 他真的心臉要出去 要回來 他都會知道 那這一個看護就是 他就是從年輕 他就沒有結婚 他就一直做看護 一直做看護 做到最後 他長期都在醫院裡面 你知道嗎 他要顧到這個病人 要離開 他都會知道 但是他不能講 因為有時候跟家屬講 他都會被罵到臭頭 然後甚至說 你不要來誤 你不要來誤這樣子 那其中有一個案例就是 他照顧這一個很有氣質的阿嬤 他印象很深 這個阿嬤大概八十幾歲 然後有受日本教育 就是他連生病的時候 都要把自己弄得很整齊就對 那也很有禮貌這樣 所以這個看護就是 因為他的孩子 孫子都出國了 那孩子都事業很忙 沒有辦法照顧他 就長期這個看護在照顧他 那有一天 這個看護就跟他們的大 這個阿嬤的大兒子說 你們可能要有心理準備 阿嬤可能要走了 他說為什麼你這樣講 他說我知道 他並沒有告訴他什麼原因 他說因為我知道 然後他說你不要亂說話 我們都有跟每次來看我媽媽 我都有跟醫生討論 醫生說他蠻平穩的 你怎麼說他要走 你不要詛咒他 你這樣子的話很沒有道德 沒有口德 你這樣我要叫你不要來顧 然後他太太就不要 這個阿嬤顧得蠻好的 不要這樣子 他說阿嬤你不要亂講話 這樣子 他就點了你知道嗎 結果這件事情是怎樣 就是這一個看護他在照顧這個阿嬤 然後一直都很平穩的狀態 那有一天他看到阿嬤躺在床上 可是另外一個阿嬤 坐起來走到電梯那邊 就是他的魂魄 起來走到電梯那邊 然後他就叫他說阿嬤你要去哪裡 去哪裡 他都沒有回應 然後他就跟在他的背後 背影後面就走 結果阿嬤去按電梯 然後按電梯他說很奇怪的就是說 那一次的經驗他特別的深刻 那個電梯只有到地下四樓B4你知道嗎 結果他就看那個阿嬤按電梯往下坐 他就在電梯口看那個數字一直跳 跳到-24 對 對 本來是地下四層 就變成地下24層 對24 然後他就看停到地下24層之後 電梯又往上 往上到B1 就地下一樓 停了一段時間之後 阿嬤再上來 那上來的時候他就問他說 阿嬤你去哪裡 這個阿嬤說 我就坐電梯坐坐坐到地下24層 他說這不是我要去的地方 讓我去那個地下試看看 然後這個阿嬤再回來 再回到他的床上再躺下去 他就知道阿嬤差不多了 因為人快要離開 有時候他的魂魄會離開 對所以有時候我們看到老人家 生病久了就說 你們過世的阿公阿嬤來看他 有沒有他的絕魂已經會出來會看到 所以這個阿嬤才跟他的家屬說 阿嬤可能快不行了 結果真的 這個阿嬤就是說 在七天就是過了七天 這個阿嬤就過世了